講一下余美人 余美人這首很簡單的詞 掌摺,掌摺是 大家要明白,這首余美人一定要知道 掌摺是宋末元初的人 其實這個很有代表性 中國的詩來講,就是 那種畫面 這個可能是我的偏見,或者我對英文詩的懂得不夠多 其實我覺得中文寫詩是好一點的 畫面是好一點的 少年聽語歌流上 紅竹分裸象 藏年聽語客舟中 光闊雲低 斷眼叫西風 而今聽語憎怒下 殯儀聲聲也 悲歡離合總無情 一任佳前 點滴道天明 他將他的人生分成三個畫面 純粹是 是剪了一些片段,將它連接而成 隔了幾十年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是怎樣 聽語歌流上 記者裏面 color okay裏面 和女兒 這個是一個medium shot 你要想像是一個medium shot 在聽語 在歌流上 一個紅色的羅漲 點著蠟燭 抱著女兒 是一個怎樣的畫面 就是我們年輕的時候的情懷 好了 中年 壯年 那時候一定要明白 這是送亡 關山殘破 周圍奔走 朝不保夕的時間 壯年 聽語客舟中 在船上走難 這時候 光闊雲低 哇 光 在河裡 一望無際 那些雲壓著 斷雁叫西風 一隻落 丹的雁 在西風裏面 悲鳴 這個環境 即是自己覺得 茫茫天地 無容身之所 各破家亡 好了 這個 你要明白 這是一個 wide shot 由一個medium shot 跳到一個wide shot 是整體的光的畫面 一個壯年 在雨中 光闊雲低 斷雁叫西風 好了 一跳跳到一個 close up的畫面 這個大特寫鏡頭 儀甘 只是看到人的樣子 聽語 曾露下 是一個和尚寺 你只見到一個白髮的老人 坐在那裡 神情是完全無奈 是沒有 沒有東西可以做 殯以猩猩也 頭髮已經白了 悲歡 終於明白到 悲歡 離合 總無情 這個世界 是無可奈何的 悲歡離合 你是沒有東西可以做到的 坐在那裡 傲懼 又在那裡聽雨 一任街前 點滴到天明 坐在那裡完全不動 好像一個公仔一樣 一路聽那些雨 一路在那裡滴到天光 這個當然就是回應這個溫亭郡那首詞 就是這樣 吾同樹 三更雨 不道離 政府 一頁頁 一聲聲 空階 滴到明 但是他寫得比溫亭郡好 因為其實這個 他沒有寫到是甚麼情 但是你想想他的 國破家亡也可以 懷念年輕時的女兒也可以 對人生那種無奈 那種看法 他的情懷是深一點的 另外 萬治永也有一首 《長相思》 也有幾句 一聲聲 一勾勾 窗外八朝 窗裡燈 此事無限情 夢難性 恨難平 不道仇人 不喜聽 空階 敵到明 那這個就是 但是我覺得 為甚麼選這首呢 就是這個 他用三個畫面的連接 用得非常好 而是留給你很多你想像這個聽語人的心情 是沒有說的 留給你的想像 而到最後那個穆然 一個老人在聽語 直到天明 這種心情 看上來很冷漠 但是其實是一種痛苦的解脫 就是一個痛苦的心法 而這個含有千根之力 讓你想想究竟這個人在想甚麼 是非常有代表性 就是 無論你抱著女兒也好 一直都是聽語 落薄天涯 無疾可歸也好 就是四個聽語境 頭髮白了也好 但是語都是繼續下 很精緻的 中國的思想 你看 我覺得 鬼佬那些 就 好像 沒有那麼容易想像到畫面 沒有中國文字 那麼 picture set 其實是 英文是 就是這樣 他自然有畫面 容易凝聚到畫面出來 所以中文 我說中文是C的語言 這個是